我們今天正式開始,歡迎大家參加我們今天的聊天 我們不是嚴肅的 seminar,也不是CPD專業進修 我們只是大家行家,大家交流一下 進來的 chat room 也有十位行家 歡迎大家隨時加入聊天 如果你想聊天的話,只要你開你自己的麥克風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讓我們看樣子的話,也歡迎你隨時看你的樣子 按一下你的樣子就可以看到你了 今天我有幾個小的話題,我會先講一講 然後稍後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遇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窩氣蝦粒的東西,歡迎大家出來聊聊 我想現在聊聊一些吊詭的東西 大家等等,我再開個slide片給大家看一些吊詭的東西 有個合資格人士QP,因違反強制嚴槍相關法例而被判 坐牢罰款,不過幸好他就是緩刑的 大家看到你的powerpoint嗎? 大家好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案子發生了什麼 這是比較簡單的案子,稍後有個很複雜的案子 歡迎大家一起討論 這個簡單的案子,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發生什麼事 這個不是我寫出來的 這個是BD的網站去登報出來的一個正式的新聞公告 有個QP,什麼叫QP呢?就是QP,驗槍那些 大家都可以做,誰有資格做 就是本身你是一個小型工程成建商做鋁槍的級別 或者你是GBC的AS 你都有資格做這個QP,我們可以去驗槍 不過大家留意一下,驗槍現在有個分制度 好像所有人那樣扣分,扣55分就要去interview 作為一個GBC的AS 我又覺得你值不值得去為了驗槍這些小生意 維修鋁槍小生意而搞到被人罰呢? 大家認真要看看究竟我們值不值得去做這些小生意 如果不值得做這些小生意的話 我覺得留給小型工程的朋友去搞 這個案子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案子發生在前年,2018年 BD呢?就是運防局 就出了一個維修命令給一個藍田的居屋去做驗槍 有個QP就接到一宗生意去驗槍 驗完槍就交了一個報告 交了一個報告之後 誰知道他就跌了去抽查的檢查 大家都知道現在無論是小型工程也好 嚴槍也好,強制性驗留也好 有一個檢查制度 如果抽到的話 可能十份抽一份 或者多少份抽一份 抽到他就要整個案子重提一次 發覺這個QP就在證明書裡面 作出失實情術 失實情術這個是刑事罪行 真可憐 就是被判監14天 緩刑一年罰款一萬元 大家都知道罰錢 放水就算了 但要判監14天 緩刑一年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的懲罰 失實情術就等於是欺詐 什麼叫失實情術 你在那張驗修證明書裡面 或者你根本沒有看過槍 沒有驗過槍 你就說你驗了 或者你裡面寫一些東西 亂寫 這叫失實情術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地盤 有意外發生 被勞工處來巡查的時候 要我們交checklist 交inspection report 很多同事 尤其是地盤前線的科文 side supervisor safety supervisor 就害怕了 要交checklist 要交report 趕快作回上星期的report 那就失實情術 虛假聲明 偽造假文件 這些全部都是刑事的 過往二十年 亦有好幾位地盤前線的科文 或者safety supervisor 因爲失實情術 偽造文件 而搞到要浪當入獄 大家要留意一下 警戒一下我們地盤的同事 好 這一則都是一個簡單的案例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宗 就一個相當吊詭的情況 大家留意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讓我一會兒 我打個powerpoint出來 這宗就是有關於成大塌天臉的事件 大家都記憶 由身 前面 就成大塌天臉 大家看到嗎 這個公告就是BD的公告來的 牽涉這一次案件 就有兩個人出事 這兩個人出事 一個就是直接出事 一個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糊塗自己出了事 也有很多人自身事外 就沒有出事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很吊詭的情況 確實有機會會發生在大家身上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知道在成大塌天臉 就是在2016年 成大塌天臉 就是康樂及體育大樓 陳大河綜合會堂的天臉 因為天臉要做綠化 所以天臉不能負荷的重量 所以就倒下來了 大家看看他發生什麼事 就是BD採取一個紀律聆訊 不是告他 告誰呢 聆訊誰呢 聆訊那單案件做綠化 牽涉的一個AP 大家都可能會認識這位陳先生 陳作堅先生 是一個BritingsWay 是一個AP 大家都知道陳作堅先生 也有相當多的生意 他就是做了一個報告 就是這個報告 就是關於這個天臉的assessment 當然我沒有看過那個assessment 報告的內容 究竟寫了什麼 他的報告的內容 我估計就是這個天臉 可以承擔到這個綠化 而帶來的additional loading 但是終於這個天臉 就是因為綠化的蓋頂 增加了賀載力的life load 和dead load 都增加了 而令到天臉 在2016年5月20日 就跌了下來 那BD說他犯了什麼錯呢 說他就是做這個評估報告的書 的時候 沒有正確去檢查 一些舊圖跡和現場的情況 而計算盤數出來 這個天臉原來的設計只有0.75個KPA 大家知道0.75個KPA就很少了 就是那個life load 這個inaccessible的roof 是被人來維修only的 accessible roof 就不是0.75了 那0.75的life load 等於是7.75個KPA 這個很小的賀載力 即是說 只有很小的賀載力 75個KPA 一個平方米 根本就不適合做任何的加項圖上去 但是 他的assessment report 就是說是適合的 不需要入職的 不需要做鞏固的 其實都 有一點點 我覺得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如果作為一個天臉 要不要加巩固 要不要去做 strengthening 其實為什麼是一個AP 去作出一個assessment 這個AP 陳先生是一個building surveyor 究竟他是不是in the position in the perfection 去做這個assessment 為什麼 雖然這盤數是很簡單的simple calculation 但是為什麼不是找一個structural engineer 去做一個simple的assessment 這個我想是真的大家都要相確一下 如果大家做同樣的生意的時候 AP是可能做出一個評估 就是關於是入職各方面的行政程序的評估 但是至於structure 確實我們應該聘請一位structural engineer 去做一個structural assessment structural stability report structural stability report 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這個天臉overload了 所以天臉倒了下來 BD相信這0.75 是頂不住上面的life load 和additional dead load 所以倒了下來 這個懲罰是什麼呢 紀律聆訊委員會 就不是正式的大法庭 也不是裁判司署 但是這個紀律聆訊委員會 對我們從業員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正規的法庭 一樣要打很多日官司 你可以請律師跟你打的 上去抗辯的 不要自己傻奸奸奸奸 想著自己亂說 到頭來這個AP就受到正式的譴責 譴責的意思就是登憲部正式 開名譴責陳助堅先生 違反專業的疏忽 那麼 繳付什麼呢 就是繳付BD方面的費用 不是罰他錢 是打官司繳付費用 就是59萬多 再加聆訊費用是19萬多 就是加上花了80萬 這80萬不是罰款 是政府的成本 那麼陳助堅先生 他背後花多少錢呢 這個交給政府就80萬 那麼你請你的律師團隊 和你的專家團隊 背後打官司要花多少錢呢 就問回陳先生了 我想這個數字都不會 這個數字了 所以千萬不要輕言打官司 好了打了幾十天了 大家留意一下他 他由2019年的6月10日 27日 19月12日 9月18日 和10月24日 一共打了五日官司 如果你請個大狀 土通狀師 再加幾個專家證人 打五日的官司 那你計算那裡多少錢呢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城大塌天面的事件 這個陳助堅先生 他直接幫人做一個assessment report 所以他牽涉在其中 但是奇怪了 當日做工程那個承建商 是沒有牽涉在其中的 而這個業主 也是沒有牽涉在其中的 我們看看第二個案子 是這個城大事件 引申出來的第二個案子 大家聽到嗎 喂喂 聽不聽到 我見證不見 喂喂 聽不聽到 我聽到你說話 我是Samuel 我見到 你知說這個案子 我很大感觸 因為我在城大畢業的 陳大河這個綜合堂 我在那裡畢業典禮 請說 這個真的算很幸運 那個陳助堅 他都算他很幸運 因為我們畢業典禮 在陳大河那裡 是有很多教授 很多畢業生在那裡 如果在那時候倒閉 不得了 所以算撿回一條命 所以這個陳助堅 他犯了這件事 其實算他很幸運 如果一發生大事 他這一輩子都不安樂 那你說其他人都要罰 其實都應該要罰 但是陳助堅 罰是很對的 因為他是測量師 他是不熟這個structural 是不出奇 但是他做得AP 他知道應該要去找structuralE 沒錯 你說我聯絡 或者我算不上 但是你坐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要把關的 是 所以他的責任 是一定要自責的 你不是隨便 這個位置 這個堂真的可以死很多人 明白 當日武器人真是幸運 真是幸運 如果出了事 他不知道去哪 我想他唯有自殺 他都對不起這幾千人 大家 不要這樣說 我都想說一些東西 我小弟很榮幸 三月前有個律師團隊 找我做專家證人 因為小弟有些經驗 我都是住宅在倫敦的專家 正正就是這個個案 Samiro Fong 你說得對 是很幸運的 如果有機會死很多人 不過真正發生之前 他在2015年12月已經做完了 第一季瀉季 那兩個星期 傾盆大雨 連續14天 是黑暴露 我想告訴你 現在是彈官司 但不是證明 而是Arbitration Under contract City E和Sanway 現在是Under Arbitration 所以我以為是保密 因為Under rule是保密 不過我想告訴你 Samiro 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 實際上很簡單 無論你技術上 怎樣複雜也好 你把關那個是很重要 你說算好運 落完雨又沒事 落完雨又沒事 這些就是意外 可發性的機會率 但是 CM剛剛說了 CM剛剛說了那個 6028個個案 他想說下一個 你說下一個 你就知道多點 為什麼不是那麼簡單 CM你講下一個 我這個案子 我是專家證明的 Hemmy Hemmy 你有一點點conflict 你小心說話 沒有 我沒有conflict 因為我是SRDI會員 現在我要保密 因為這件案子 不是那麼簡單 你可以說陳助堅這個案子 就結束了 但是我現在說下面的案子 是on going的 所以你要小心說話 因為下面的案子 還未完結 好 不簡單 對 很複雜 複雜到很吊詭 所以我特意拿出來 跟大家說 你講第二個案子 沒錯 我先講第二個案子 其他朋友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就去第二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 就吊詭了 好 這是什麼案子 同一個案子 不過告的不是當日的contractor 這個案子 就是 同樣在2019年打的紀律聆訊委員會 打了這一天 這個是承建商紀律聆訊委員會 是第二個contractor 8月26 8月30 8月13 11月28 12月9 12月13 以及1月9日 打到今年1月份 告的 告哪間公司 SORRY SORRY 告就是 漢豐工程有限公司 他是一間GBC GBC的AS 只有一個AS 就是李榮超先生 李榮超這個 我申報李榮超我是認識的 漢豐我也認識的 他申報是什麼呢 被人告的是什麼呢 成大這個陳大河體育館 他絕對沒有參與過陸化 不過 他在這個陸化工程之前的幾年前 做re-wooving 這個大家看清楚一下 是做re-wooving 這個re-wooving工程 跟陸化工程沒有直接關係 而且是事隔了幾年 做完re-wooving 幾年之後再做陸化 及後下幾場雨 剛才Henry說了 然後就overload 倒了 但是就沒有告到re-wooving 沒有告到陸化的contractor 就告了幾年前做re-wooving的contractor 就上去紀律聆訊 你知道了 contractor被人紀律聆訊之後 要磅水、譴責 然後面對的是三連一次的續牌 那你續牌呢 我都看你打定過輸數了 我想都相當困難續牌了 加上他只有一個AS的話 是相當痛苦了 好了 那發生什麼事呢 根據我的簡單的了解 就是BD說這個漢峰工程公司做陸化的時候 將那個天面的防水和批檔層 起了之後 重新鋪上去 但是BD說這個批檔面 是被入職的原有陶職的批檔面厚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家又不要相信我了 我都是道聽途說的 因為這件事是on going的 我又不能亂說的 據文說當年這個建成大大樓的承建商 是禮頓 禮頓當年建的時候 那份ASPILL的圖織呢 就說天面的防水的average 好像是不超過50mm厚的 這個我是道聽途說的 實際數字大家有待去考證 因為政府是沒有公佈這些數字出來的 我是道聽途說的 但是 但是 實際 漢豐做re-roofing的時候 塌下來的現場科學檢證的時候 就發覺 average squeening的厚度 防水厚度 是有 average 15 那就是說厚了一個 百分比 厚了一半以上 那天面的隔熱層厚了 那些危沙厚了 就自然重了50% 所以呢 BD就說 這個漢豐當日去做天面的時候 因為更改了原有的building plan 而他沒有入職 那就是說 BD說他沒有入到A&A plan 但是 據文漢豐的辯解 專家證人就說 從來做re-roofing 都沒有聽過有個行家 說需要入A&A plan 那大家也是 想一下 究竟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天面re-roofing 又沒有入過A&A plan 但是BD抓住就是說 他原有的building plan 那個防水層 只有50 average 但是你現在做了75 改動了這麼大 但是50至75 我們覺得很少 但是如果計算 absolute value 就是55% BD說 這麼大的改動 你不入職 所以你是要譴責 你入罪 你不能說 好了 據文漢豐 他怎麼解釋 他說 我沒有deviate from 原有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他發覺做工程的時候 根本現場的批檔就是這麼厚 他做回 當日 禮頓做這麼厚 如果是出事的 deviate from approval plan 是禮頓deviate from approval plan 不是漢豐deviate from approval plan 不是漢豐deviate from approval plan 但是這個論據 紀律靈相委員會是不接納的 為什麼 死者已以你怎麼證明 當日禮頓的天面是這麼厚呢 這個就是很吊詭 情況又發生什麼樣呢 最後的冠冠就是 登憲報譴責 承建商GBC 漢豐工程有限公司 以及他的AS 兩個人開名譴責 BD費用就是61萬一 聆訊委員會費用就是26萬9 加起來就是接近90萬 另外還有聆訊方面 再加67萬的費用 即是這裏90多萬的費用 90多萬就是要掏出來放水 但是他打了這麼多日 官司背後的法律團隊 專家團隊 究竟漢豐又要揹了多少錢呢 我相信都不會指這條數 當日他是要硬打硬砌 所以他花了這麼多錢 好了 這件事大家留意一下 這件事還未完 因為登憲報的日子 是10月23日 BD的網站 最新在12月初 前日已經公佈了 漢豐正式入稟上訴 漢豐正式入稟上訴 即是說漢豐收到判決書之後的一個多月 容許期限提出上訴 當然漢豐提出上訴 他真的打下去的話 他花的錢是相當大的 究竟他打不打到尾 這個我也不知道 漢豐為什麼要申請上訴 可能他為了自己的牌照的問題 或者為了其他生意的鋪排問題 所以他提出上訴 但是實際發展到怎麼樣 不知道 所以我剛才提提Henry 你剛才做專家證人 你有沒有加入在另一個案子 如果有的話 大家說話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他提出了上訴 即是這個案子還未完 好 大家歡迎Henry和Samuel 又討論一下 究竟為什麼會搞到要告這個防水公司 真是可憐 我作為一個討論 這是一個教訓要小心 因為是經你手做 你現在很清楚可以看到風險 就算不是你做 你也要求上手確認 你才會安全 如果是上手確認查 我即是沒有改的 那這個責任在上手是很明確的 因為他也騙你了 但是你如果連問都不問 那我想你的責任都不會遷就得到 我覺得問題是你找幾個人一起揹 還是你單一個人揹 所以如果你說什麼都好 你不做這個程序 你不做這個程序 讓我分享一下我知道的事情 不過我要說些細心 第一 香港是一個公開的城市 有很多事情你會知道的 如果你打Google 你可以找到Final Report 這是公開的 關於Roof BD 因為想要做過三個Study 一個叫做IC Study 他專門組成了Community 公開的 你可以打網上的 第二個就是Preliminary Report 關於Roof Conlapse 第三個就是Final Report 你看看這些 你講的大概跟市長說差不多 不過是厚了 我的觀看 真正的罪人就是政府 為何呢 真人權十年前 我要綠化 鼓勵全世界香港的人 綠化 為何環保 其中是教育署的處長 為何倒閉後 出來解話那個是教育署處長 喂 成大 不是教育署 真實話 真正的問題 就是這個世界 不是十年實美的 在過程之中 有人做得不正確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有某程度 我有conflict 好了 因為這個綠化 將這個問題嚴重地expose出來 過程中 從頭到尾都沒有人知道 什麼時候知道 倒閉後才知道 這是問題的 為何這樣呢 現在是你解釋 不是我解釋 就是這樣 愛摩的案子 跟這個沒有關係 另一個案子 更嚴重的 就是成大現在要告人 那就過癮了 成大要告人 現在的過程中 誰最糟糕 誰最糟糕 就是成大 成大要花七千萬 起床 approve 同時 他年紀幾年 就沒有了生意 沒有了扣除 他現在是claim 成大怎麼可以這樣呢 現在更糟糕 所以你的案子是幾十萬 算盡律師費 也有三四百萬 但我覺得那個案子更糟糕 真正那個案子 就是成大說 喂 我無端端 我沒有這麼多錢 但是呢 就是呢 為什麼你看到這個社會 就是這樣 就是呢 因為政府要鼓勵 陸化 過程 你可以看到的 你在YouTube 你按了一些短片 現在的人都說 有些專家問過 錯錯了 當時香港政府很快就推動 沒有想清楚 到底陸化 需不需要入籍 這個就是問題了 我都可以跟你說 我也不懂 你現在這個時候就是這樣 除非沒有錯 成功了 過得兒子 有錯的時候 就拆一隻 慢慢拆一拆 Herry 我想你這個論據是不對的 政府呼籲陸化 我不覺得他應該是錯的 等於我呼籲你們勤力去賺錢 我呼籲你們勤力去賺錢 我呼籲你們勤力去賺錢 你就是搶錢 你走去 然後你說 這個是政府錯 他呼籲我勤力去賺錢 這是不對的 這個就是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不可以把責任去說 我叫你陸化 所以我因為做陸化 而殺人放火 原來的責任就是叫陸化 這個我認為是很講不通 你說我們的主義制度做得不好 政府的出外點都是上瓦 這個社會是陸化 反而你想應該是監禁制度和監禁制度 問題就是在過程中 他就沒有想清楚 到現在這個案子 這不是這樣說 想清楚是大家去想 你說我們業界做不到 我們要殺人放火才能做到 那你就提出來說你不是做 我做完之後說 不關我的事 是他叫我陸化 其實原言的責任在他 這件事講不通 我又覺得 就剛才Henry說 政府張英權提出要陸化 大家就一窩蜂去做陸化 其實我覺得有些政策的部門 是沒有配合的 這個是誰呢 BD BD是沒有配合到大哥說的話 BD你是監管部門 究竟要做陸化的時候 你自己什麼手側都沒有 是倒了天面之後 就出了一些不知所為的 guide line 我跟你說 陸化政府那時候 推動了陸化 BD又出了一些東西 JBD 又出了兩個 兩個 問題是 JBD是三個 Planning出過 Lance出 BD出 三個叫JBD 是有出過的 問題是 如果你看過這個 你是知道當時三個政府 是沒有細心想過 是 錯錯在這裡 他是有出過的 他知道要出的 但就沒有想清楚 這件事方面 又引伸了另一個想起的話題 就是說 現在很多時候大的業主 他就把責任推進單一承建商 他就把責任推進單一承建商 為什麼呢? 搞設計策 這些A&A 就自己不請職司 不請工程師 去先行做設計 先行做assessment 一出一份標 就給設計策 你設計策 你包了 要不要入職 你決定 不用入職就不用入職 要入職就你要包入職 那承建商就拿命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時候那些小型 我們那些蚊型承建商 我們一搞設計策 我們就很頭痛 因為輸標都要花錢 我們很多時候 很怕落這些標 但是錢還錢 但是你擔心一下責任 這件事 究竟這麼大的業主 尤其是成大 他有物業部 有campus development office 有estate management office 全部都是專家 全部都是專業人士 那就是把綠化標判了給成建商 你去搞定了 由成建商自己去找AP 做assessment 就打算把責任扔出來 其實我覺得 喂 是不是這樣 尤其是一些這麼大的公營機構 有自己有工程部門的 有專業知識的 為何不是事先聘請專業人士 去先做評估 先做設計 做好設計 入好職 然後再請成建商去下錶呢 唉 但是我現在發覺 因為我公司 都做很多這些 這些學校啊 這些這樣的公營機構 現在發覺就真的慘了 那些公營機構呢 那些公營機構呢 就很喜歡設計錶 把球都扔掉給成建商 你包艇啊 你搞定啊 有事的時候 你去搞下去了 唉 那大家留意一下 不知道幾位行家 有沒有遇到我這樣的情形 這些所謂的 不負責任的設計錶 哈哈 這個情況當然有啦 應該要 就是要行家聯合 一個工會呢 就要跟政府說 跟empoiler說 是做不做得到呢 就是 這個是一個困難 是啊 我們下錶要先打幾十大板的 還要背負所有責任的 那大家都想一下 因為在香港的法例呢 就沒有design and build這條條例 在buildings ordinance裡面 是沒有design and build的 就是design and build 是兩樣東西 design is by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我們contractor registered contractor 也是一個執行人來的 就算我們做design and build 包覽了好 我們都是要聘請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去入職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個身份呢 就conflict了 我們不跟美國 你說design and build 我在英國呢 我是做過 其實當時應該是90年的時候 開始有design and build 我去英國做 其實design and build 在某種情況下 是有它的好處的 有些工程呢 或者有些項目呢 它有很多 uncertainty 它都說明是靠股的 那些情況呢 就比較值得去 由design and build 去做 因為它on the board 之後呢 它可以做很多 做很多merciment 做很多tests 將一些 uncertainty 就把它adcertain了 然後呢 它那時候 它on the board 之後 才做個design出來 是經濟效益 其實是好的 所以我們講解 我那時候在英國呢 就... 同意 有一個大陣 Shermiel Shermiel 你有沒有留意呢 我們跟英國和美國不同 你美國英國做turnkey contract 那就未必是 lump sum bill 很多時候re-measurement 亦是可以re-imbursed 但我們香港做我們 100% lump sum bill 我們落錶的期間 已經鎖死了一個contractor 你落一百萬好 落一千萬好 中錶 你什麼design都好 你要包搞定 那你的design bill 你是有經驗的design bill contractor 他拿這個rease 那些就是識者生存 他有些數據 你是沒有的 你普通contractor是沒有的 他做開這些design bill 他有這些數據的 有承扎法 那他就贏了 那他就生存了 你要找一些專門做design bill的人去做 我做一條青馬大橋 牽涉到有獨立技術 有鑽孔技術 什麼什麼技術 就牽涉到有design bill 做這些簡單A&A job 改建job 小型工程job 怎麼需要design bill 所以又不可以濫用design bill 有一個類型的項目 是適合design bill 他要帶自己的技術進來做 我有一個特別的專探技術 我用我的專探技術 現在政府說 我四方專探 我方形專探隧道 你有你的技術就帶進來 你沒有技術就下不了 但是一個A&A job 根本就是一個很獨立的APRSE 獨立入職過程 然後入職批職 然後入職批職 然後入職 這些是跟traditional job 設計什麼 你為什麼把這個專探 推到contractor上 因為實際就是這樣 因為設計的時候 有uncertainty 一定有的 任何簡單工程都有uncertainty 這些uncertainty 在RSE做設計的時候 應該要反映給客人 原來這樣行 這樣不行 將來會影響價錢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 uncertainty 扔到contractor上 尤其是幾百萬工程 都扔到contractor上 contractor上 怎會有這個能力 去覆蓋這麼多uncertainty 你下的標 全部都是錯標 不錯標 你也不中標 所以這是一個不正常的 你看看你們團不團結 你們這班人下標 個個都留大很多 那些就賺到七彩了 喂 你有麻雀會 哪有團結的 Ca開會都不會說大家夾張標 不可能的 你不做嗎 喂 Samuel 你說這件事不做 我CMO就立刻去做了 我減5%去做了 那些狂家都搶飯吃 有些人搶了 他飽了之後 那就沒什麼人搶了 但是現在你引起了 這些工程一個天面 一個inaccessible roof的天面 要做陸化 成大日把波扔掉給一間工程公司 一手包攬 包設定包搞定 到頭來就不入職 就做了出來 是啊 這類型是濫用設定標 這根本是錯誤來的 你自己為什麼不是一個這麼大的學校 這麼成熟的工程部門 找專家去做半年時間去入職 把uncertainty全部剝出來 變成正經經的一間工程 這個工程這樣做法 就說成建家又合理又流暢 為什麼要把責任扔給一些非專業的成建商 大家都要明白 register contractor 不是professional registration 我們contractor 是一個執行人 我們是工頭 只不然我們是一些識字的工頭 讀書的工頭 我們不是專業人士 BD沒有當過我們是專業人士 但是業主就當了我們是專業受把人士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行家都要留意一下 再遇到這些工程的時候 小心小心 剛才我說的第二個個案 就是漢豐工程有限公司 他做天面防水 和這個綠化工程是事隔了十年時間 這十年時間老實說 連綠化工程也都過了 到頭來十年後 漢豐被人捉回頭 說你十年前做過天面防水 換了三寸的櫻泥沙 你沒有入職 這個才是真正問題的核心存在 我們曾經有沒有試過入職 大家行家這裡有幾位 我們做工程做天面防水 哪一個行家天面防水 起立青莫 起英泥沙批蕩 起五腳大街磚 曾經入職 那就是說這個漢豐 當然他沒有做assessment 沒有做conditional survey 是他自己有疏忽 但是他亦死得很冤枉 所以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Henry你會不會入職 如果你做這宗防水 我 你這樣說 我最好就是保留 保留我 不回答我權利 最好就是這樣 說來說去都是這樣說 問題就是 如果有錯 大禍的時候 現在就找出來 撈背脊 說來開脊 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政府當時推動六化 精神是對的 但沒有想清楚 很短時間出來 做John Plotter Snow 如果你看到裝飾 簡單來說就是 講我等於沒有講 但是成大就想著 A&A是否搞定 A&A 那便找人去設計 設計 你剛才說的 我很細心聽 精神上是對的 什麼work 可以設計 設計 什麼叫turn key 什麼 小弟在英國 三十年前 我去年紀錄 都是第三印標 全世界最大的 這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 我告訴你 很深奧的學問 不是這麼簡單 你用什麼呢 最重要是 理想的 complexity 以及 construction 和時間 很複雜 講三天都講不完 但是 你說得對的 這麼簡單 這個部分的Green Roof 為什麼CTU 找一個consultant 去做設計 自己設計 又是想去設計 但它不這樣做 問題是它想快 那誰的錯 因為CTU 那個局長 說 Hi! Hammy Liu 你是PM 你搞定它 不用選擇 就設計 那誰的錯 你就說 我想其實這個行業的做法做得不太好 這個大家在行業的持份者都要負責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當成A&A 如果你當成A&A是否一定要入職? 我所理解如果你說這宗職是A&A的 你便要求僱主要加A&A這個價值 因為如果你入職被政府罵你亂入職 你憑這個就可以說不入職 但如果A&A都說A&A就要入職 Semi說 但問題是當時Greening這個動作 在John Plattisdol沒有說是A&A 是誰沒有說?Empower沒有說? 不是,John Plattisdol Contract說什麼我不可以告訴你 但在John Plattisdol是公開的 那裏John Plattisdol沒有說是A&A 政府出國製作也沒有說是A&A 你見到scope你認為是A&A 你要求A&A是要入職是對的 誰阻止不讓你入職? 對不起,我不可以告訴你 明白明白明白 但你又要想一下 很多時候你回想這張錶 當然我不知道 可能下這張錶的時候 就是整個期間的Contract period 都是四個月 你自己認為入職就入 不入就不入 那你不是說什麼計劃?入職 我只有四個月時間 我搞什麼呢? 入職我哪有時間 有能力去入三個月的職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如果作為一個主義人士 你說你們不是主義人士 是一個rejective contract也好 你是A&A 你應該知道你是有這個責任 你是要收關的 你不是說我都是importer 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行的 可以這樣說 起碼你說了 你做個紀錄 你寫了一封信給Emporer知道 我認為應該要入 然後他寫了一封信給你 我要求你不要入職 那你就可能在法律上 你某種程度可以脫身 也脫不了的 脫不了的 業主可以說我是無知 我不懂 沒錯 所以你唯有不做 就是這樣 在商業上你脫身 在法律上你脫不了身 現在是法律上告你 當然剛才Henry說 誠大想告人賠錢 這就是商業行為 這是民事訴訟 要大量去看 大家要明白 刑事訴訟 剛才我講的幾個案例 就是你告陳作堅先生 告漢峰這兩個紀律聆訊委員會 這是刑事訴訟 但是如果成大要再去告人的話 這是民事訴訟 民事訴訟 我想去告誰都好 誰都背不起這幾千萬 那就要破產 一定會破產 最早破產 如果錢破產 可能會給錢 當然不知道幾千萬 你說金門鐵拼 才背不起這個衝擊 我們這些小店鋒 銀行公司 怎會拿幾千萬重費 去打官司 對頭來賠償 可能會幾千萬過億 哎呀浪費了 有這樣的錢 都撿了去享受世界 也不要做公正 應該是快點撿了 是啊 真的要撿了 他已經算幸運了 如果死了一千多人 大件事 他怎樣賠 不能賠 不能賠 到時不能賠 所以這個案例發生之後 真的快點好 真的叫做修心養證 轉行太陽 立即有計劃式倒閉 撥錢出來 賣了一個寫字樓去 把錢調出來 是 不能打 一打官司 我們怎樣跟城大去打官司 神經病 人家政府錢 你自己銀河包的錢 你怎樣跟他打呢 難道你拿法門跟他打嗎 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奉獻行家 剛才Samuel也說得對 如果有時我們遇到這些標是不合理的 不下就算數了 這麼粗糙去就業主的話 到頭來賺了幾個% 十年後都被人出來鞭屍的 你何苦呢 還有你如果真的發生了事 自己瘀心何忍 沒錯 即是你走到外國 你都經常記住這件事 不如不做好過 不如不做好過 不如說 不如說 他的屁股 在想之前 兩星期前已經滅了 流水流得很厲害 但沒有通知 那天早上 人們準備搬家具 想到那天晚上的頂禮 但那天早上已經知道 已經不行了 那屁股已經是激激的 流水流得很厲害 那天早上 今晚沒有可能在那裏典禮 但想不到 後來之後 就整個想到 想得這麼恐怖 因為他想不到 那是不幸中的大幸 Henry 是 這個肯定 如果當時 成大管理層說 你瘀心流水 早上去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大件事了 多謝大家 現在我們第一次嘗試 我們ASTD會 約朋友 聊聊天 交流一下 我覺得今天的效果相當好 Henry 又給了很多意見 Samuel 給了很多意見 其他聽的朋友 我想他都心中很多意見 不過他可能不發表 我們希望 無論是疫情也好 不是疫情也好 我們希望定期見面 大家交流一下 我暫定每個月頭一次 搞類似的聊天會 時間不要太長了 大家都要吃飯 又要休息 可能有一間公司 都可能要走 下個月再見了 多謝大家了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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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